大家好,本节课我们来了解播放器面板和选项面板 了解预览功能及选项设置 首先我们来看播放器的面板 在这里面很简单,中间是预览区 预览区它既可以预览我们媒体库里面的这些视频 可以看到,直接点击 只要是选中状态,就可以进行预览 还有就是它可以预览时间轴上面的素材 我们从这里拖转进来,就可以看到就进行了预览 选中的状态下 在预览的过程中,我们从这里可以添加一个视频的素材 从这里通过播放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有当前播放的时间点 可以看到,还有整个视频的长度 从这里可以看见 中间就是播放按钮 我们点击就是播放,再点击就是暂停 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始,那这个原始其实是一个选项 那我们点击就可以看到,它是指我们播放器 它的这个比例,我们是选择4比3,还是16比9 这样的不同的比例 那还有像抖音9比16,这样的一个数版的 还有呢就是2比1,或者是不同的最终尺寸 我们想要发布在哪些平台上 或者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我们就可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那还有呢就是,它后方有一个全屏显示 那我们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它会全屏进行显示 那我们再点击,就会返回 那我们在播放器中不但可以预览 那还可以进行编辑 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选中素材 然后呢我们可以对于它的大小进行调节 可以看到,进行缩放 还可以进行旋转 好,可以看到 那在这里面,我们如何让它归位呢 这就需要用到选项中的设置 那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当前的旋转的角度 好,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0 好,那还有它的缩放 那我们设置为100 好,就是原来的图像 它的尺寸了 好,可以看到 那这就是播放器 它的这个功能 那当然我们除了进行缩放 好,进行旋转 我们还可以给它进行位置的移动 都可以 那这些设置呢 我们既可以在播放器中完成 也可以在选项面板中进行设置 那在这里面呢 有关于画面的 也就是我们在时间线上选中的这个片段 它的画面的一些调节 包括它的不同明度 它的位置,旋转,缩放 等等 可以进行调节 那还有呢 就是关于它的音频的 那我们选择一段音频 可以添加进来 如果是声音 一些声音上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选择音频 可以让它进行变声处理 那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音频 当然我们选择音频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进入音频的选项设置 那还有呢 就是关于变速 那我们在之前介绍过 像图片它的长度 时长的调节 那还有就是视频的时长调节 那默认情况下呢 我们拍摄的这个素材 它有多长呢 它正常就通过脱帅的方式 只能给它剪切 也就是缩短 我们只显示它的一个部分 不能让它说延长到整个视频 它以外的这个时长 也就是我们录制多长呢 它就是多长 如果我们想进行延长 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变速 也就是整个是完整的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让它慢速播放 或者是快速播放 这是通过变速 我们进行的条件 那在变速中呢 它包括常规的变速和曲线的变速 那曲线变速中呢 也就是它可以一段是快速 一段是慢速 可以进行这样的调节 那常规的呢 就是整段 统一的进行调节 那还有呢 就是动画 在这里面呢 它包括入场 出场 以及组合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效果 像当前这样的一个效果 给它进行添加 那点击之后 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变化 添加了一个动画的效果 那还有呢 就是如果我们不添加 可以点击无就可以 那还有呢 就是关于调节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关于颜色的一些调节 这就是选项中 包括的主要的内容 本节课就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